接下來相同的一位小朋友 他又問了一個有趣的問題 他就說他想要學的不是刷咒的picking 而是solo的picking 很棒的很開心他能提出這個問題 因為就在幫大家破解一個迷思 solo的picking跟刷咒的picking並沒有不一樣 他都是一樣 你只是要把動作縮小這樣而已 對所以你可以用相同一模一樣的模式下去做 所以同樣的假設 我就先先彈一個音階好了 但是跟上個影片的拍子一樣 我們是第一拍的e& 然後第二拍的2跟2 然後第三拍的3e 然後第四拍的&2 彈奏 對然後我就順彈音階上下來回 他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1e&2 然後接著第二拍 第二拍是什麼 2e&2 然後第三拍 3e&2 第四拍4e&2 就會長這個樣子 OK那我順著做一下這個動作 1e&2 2 1e&2 2e&2 3e 1e&2 2e&2 3e&2 4e&2 因為看到我的右手其實還是這個樣子在做揮動的狀態 你只是要把這個動作做得比較小 所以就是說你在彈單音的時候你可以用同樣的規則去編排你遇到的所有的音符去判斷它是第幾個拍子 第幾個拍點 然後在交替播弦的狀況下他應該是下播還是上播 那即使空拍或者是延音不需要真的播弦播到 Pick不需要真的播到弦的拍點的話一樣就是做假動作 所以你可以仔細看很多你認為比較厲害的吉他手 很多其實他們大致上你都會看到他們在那邊抖 對你會看到那個在那邊抖那個其實就是只是他們很熟 所以他們就是抖那幾下他們就會有那種下上播的那種概念在他們的頭腦裡產生 對那所以剛開始不熟你當然可以誇張一點去做大一點的擺幅 告訴你自己說這邊是下播還是上播這個樣子 然後他另外一個會遇到比較困難的問題就是 就是刷弦的話你不用去煩惱就是你只要煩惱你大概刷到的範圍就好 你並不需要煩惱說我現在要特定的刷到哪一條弦 對但是彈單音的狀況下因為我們有可能一下子要彈第一弦 然後可能下一秒我們就要彈到第五弦之類的 你有可能要跨弦然後不一定跨多遠你還要那個距離的拿捏 所以這個是呃彈單音的時候會比較遇到的問題 但是撇除這個問題來說他的動作其實就是一樣的 交替波弦就是交替波弦 他並不會他的規則並不會因為呃彈單音或者是刷咒的時候而有所改變 這樣 你們對任何的歌曲有任何的疑問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想吃到更多音樂的相關內容記得留言訂閱按讚加分享 啊 父 過分 benefits 兒子 曲名字 詞曲名字